你知不知道昨天两名原警被你杀了 我舍我答了 冷血杀害台南两名原警 嫌犯落网15天后 检方火速症结提起公诉 所犯乃最重的最重大之罪 依公正公约 没有不得求处急刑的理由 据此向法院求处死刑 并辞夺公权终身 起诉书也曝光当天状况 8月22号 嫌犯先是骑着脏车 到台南这处公墓躲藏 涂明城先下巡逻车 一眼就发现脏车 立刻传语音讯息给曹瑞杰说找到了 躲藏中的林信吴听到 担心自己被抓 冲出去砍杀涂明城 涂明城马上以辣椒水返击 搏斗一分钟时间 警枪也被抢走 曹瑞杰随后开车赶到 林信吴拿枪对着巡逻车 连开六枪后卡弹 后来曹瑞杰看到涂明城受重伤 试图靠近救援 也遭到林信吴持刀攻击 两人一共遭砍55刀 林信吴最后还搜刮原警身上的弹匣 骑车逃逸 检方起诉书也点出 林信吴七大罪状 不仅杀警夺枪 在持枪抢劫超伤 根本是公权立为无误 才具体求处死刑 检察官迅速增结 迅速求刑起诉 我觉得是符合司法正义 也符合人民的期待 杀警案造成两名勇紧身亡 震惊各界 检察官期盼透过司法 维护社会正义 近新闻翁起冰皇 一轩许荣又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